岳飞 赐鹏举 向周汤阴仁 出身贫苦农民之家 连金灭辽时 应目从军 曾在张锁部任统治并与王燕一起抗金 后随宗泽守东京任都统 宗泽死后 他投身张俊部 并逐步的成为南宋重要的抗金将领 立下赫赫战功 建言四年收复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 绍兴四年大败刘裕齐军收复襄阳等六部 逢清远军节度时 后封为武昌开国侯 联络两河一军部署北伐 绍兴八年底 他反对高宗与秦桧的议和 并上表提出 金人不可信 和好不可视 绍兴十年大败金兵主力 收复尹昌 郑州 洛阳等重镇 在抗击金兵的战斗中 岳飞率领的岳家军 常常以依当时 勇往直前升为大阵 甚至金军中都流传出 汉山义汉岳家军南的被探 可是就在收复中原 即将实现的大好形势之下 宋高宗赵购却连发十二刀金牌 下令收兵 岳飞挥泪含退兵 不久以莫须有的罪名 和他的儿子岳云及部将张献 被毒死于风波亭 直到孝宗即位冤案平反 岳飞墓才牵制景色秀丽的 七下令下 岳飞墓前住有四个跪着的铁人 其中就有当时南宋的宰相秦桧夫妇 几百年来到此 悼念岳飞的人们都要唾骂 奸臣秦桧 岳飞为秦桧所害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 不容置疑的铁案 但是事实上 杀害岳飞的元凶并不是他 秦桧不过是这个元凶手下的一个英犬 第一他没有杀岳飞的权利 有人指出 虽然当时秦桧很受高宗的器重 但是还没有到百步高宗的地步 因此也不能为所欲为的肆意铲除异己 烧行九年 秦桧正积极对金议和 书密院编修官胡权上述反对 并请求皇帝斩秦桧之头挂珠街渠 秦桧对此人恨之入骨 但也不敢任意杀害他 由此可知 对战功赫赫的岳飞 他更不可能擅自处置了 第二年 金兵违背何意 一举攻占了河南地区 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高宗因此迁怒自己 他此时惶恐不安 正是自保不足的时候 因此他没胆量 背着高宗杀害岳飞 需要说明的是 岳飞的预案又称作赵玉 程序严密 外人无法插手 这样 即使秦桧权力再大 公开矫照杀人 也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 秦桧及刑部主审岳飞一案 曾上书定岳飞张献死罪 但并没有定岳云死罪 可上书高宗后 岳云也没能幸免于难 由此可见 生杀大权还是在高宗之手 第三 秦桧死后 高宗为秦桧制造的 许多冤假错案评了反 但唯独对岳飞一案不肯昭雪 而且对许多大臣申请为岳飞平反的奏折不予理睬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 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高宗出于什么原因 要害死自己以为军事之助的岳飞呢 而且宋太祖赵匡印曾传下秘密誓约 规定后世子孙不得杀师大夫及尚书严世人 在北宋历朝 这条誓约执行的都非常严格 高宗为何敢违约破例呢 这在认为高宗是杀害岳飞元凶的学者中存在着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 帝之既凶而不遇其归 高宗眼见岳飞一心要赢二胜 而灰亲二弟一旦回来 自己的皇位就不保了 他害怕中原光复 因而杀了岳飞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 并不是赢二胜 高宗杀岳飞主要原因是怕他在外九卧中兵 跋扈难治 危及自己的统治 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 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 只要武将功大 光高而权重 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 岳飞个性刚强 忠奋激烈 议论不错于人 不容易与人合作 少兴七年 他上书奏请高宗立储 起皇子出阁 以定沉心 同年 他又因守母丧 未经高宗批准 便自行卸职 把兵权交给张宪 这两件事犯了高宗的打击 再加上高宗曾在金营做人质 又有从扬州南渡等惊险经历 对金兵始终心存恐惧 对战争前景 他既怕全生又怕大败 胜则怕武将兵多 功高而权重 败则怕欲为灵安 不一而不能 他想当个安安稳稳的太平皇帝 因此一心求和 所以秦贵利用岳飞部下的告密 来证明岳飞的跋扈 正好就迎合了高宗 害怕岳飞 立盖世之功 携镇主之威的心理 加上岳飞又是反对 何以最强烈的主战派 故而下令杀了岳飞